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一的盘后,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感谢您成为赞助会员 我们先看一条重要的消息面 硅谷银行事件扭转利润路径 美联储最快下周货停止加息 注意是货 这个并不是定论,是一些媒体他们起的标题 市场分析认为,硅谷银行暴雷的消息导致市场开始担忧高利率环境下的金融风险 投资者开始压住美联储将很快停止加息 调期交易显示,美联储在当前基础上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不到50% 即市场相信该行下周不加息的可能性要高于加息25个基点 除了下周的加息预期急速降温 市场甚至预计该行将较此前预期更早的降息 年底前的降息幅度或高达50个基点 分析指出,这是近几个月来 美联储预期利率路径的最突然最巨大的变化 昨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硅谷银行破产关闭 其核心问题在于美联储持续上调利率 自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累计加息450个基点 导致美国金融环境显著收紧 但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 美联储曾多次表示,该行更看重的是就业和通胀等经济数据 并不会迁就金融市场的表现 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随着通胀的持续,加息将更快、更高、更持久 但在硅谷银行事件爆发后,金融方面的风险被暴露了出来 该行或许不得不把金融市场也纳入货币政策的考量范围之内 那么一个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金融风险显然已经存在 SVB的崩溃可能是煤矿中的金丝雀 那么另外一个策略师表示 我们必须在美联储决策者的思考中再加上一个因素 那就是金融系统的负担 他说,他们下周加息50个基点已经变得相当困难 该银行的倒闭增加了美联储加息结束的概率 现在已经不太远了 好,那这个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路径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个预期也不是现实 这仅仅是一种预期 那么究竟会是什么样 鲍威尔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决策 或者叫美联储将会怎样做出一个决策 没有人能够知道 没有人能够知道 在加息之前,应该是我们肯定都是不知道的 那么预期只是一种猜测 所以大家听听就算了 在我看来,在美国的历史上 大萧条也好 大通胀时期也好 通缩时期也好 加息和降息都不一定会受到这些典型事件的驱动 特别是这个也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加息到底是多少呢 不清楚 不清楚 大家现在可以有一些预期 但是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多元 好 我们看一下K线图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标普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微跌0.18% 那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热线图呢 是一根 偏小阴线实体的一根大的十字星线 那么我们在周日的节目中特别说了 对于托发事件的一个发生呢 市场呢 也是有分歧的 这样的一根K线呢 就显示出一定的分歧 那么在技术面上呢 我们看到这根下跌趋势线呢 这根下跌 就今天这根K线呢 实际上呢 是跌到了我们之前这个支撑区附近 那么在周五那天 很显然就有一定的谈起哈 那我相信很多散户啊 或者一些机构吧 或者将近一半的力量吧 都会认为市场会持续的暴跌哈 那么很显然啊 今天并未有实现啊 那对于标普白指数来说呢 他还是继续尊重了这样的一个支撑区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事件呢 还并不足以给出一个非常剧烈的反应啊 啊 剧烈的暴跌的一种反应 而仅仅是一个震荡 对吧 仅仅是一个震荡 那么现在收跌0.1%左右啊 因为尾盘这个期货呢 还在微微的波动 所以呢 啊 市场啊 对于事件的反应呢 态度不同 就会导致震荡啊 那如果态度过于相同 就会趋向于同一个方向 比如说都不安 那都想抛售 那做多的力量就会弱啊 那么空头就会持续的暴跌啊 那么很显然啊 今天也有相当多的力量啊 不愿意去告暴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预期啊 有一部分力量预期 美联储不愿意那么强 强力的加息了哈 甚至要开始考虑降息了哈 当然这是一种啊 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啊 我是觉得降息还还早呢 那对于加息啊 只能说啊 可能不会大规模的加息了 对吧 啊 那对于市场的一个乐观态度啊 支撑了这些人啊 去拖住这个市场 好 这是消息面啊 那么在我们的技术面呢 实际上呢 在水平方向上 这里是有一个水平支撑区的 对吧 那我们上次画的一个平缓的上涨趋势线呢 实际上我们说过哈 呃 在一个弱势的牛市中 或者是弱势的震荡市中呢 呃 多头的平缓的趋势 也有可能啊 被砸平啊 变成水平的 那现在呢就是啊 水平震荡了 对吧 上有阻力 下有支撑 那我们之前多头的做法呢 是对这根下跌趋势线的上方啊 还抱有一丝希望 而且呢 在技术面上也确实有反弹的这些架构 对吧 多头的架构 表明啊 之前的下跌趋势线 包括我们画的这根上涨趋势线 确实在技术上是有它的存在的意义的 只不过啊 上周有五件事啊 对吧 包括一件黑天鹅嘛 四件啊 四个消息面 一个黑天鹅 共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在呢 今天并不是十分的悲观 对吧 K线表现并不是十分的悲观 那这样的话呢 今天也对这件事也消化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 可能就要恢复到技术面的走法 当然了 接下来呢 还有CPA数据的发布 以及后续这个加息政策的一个 或者叫货币政策的一个发布啊 那这都会导致 K线的重新的波动啊 那么从纯裸K的角度来说呢 多头现在做多的话 实际上还是你要有你的依据啊 那一部分认为后续有可能震荡了啊 先至少不会暴跌了 那这部分交易者呢 他会倾向于在这里啊 做一个水平方向上的啊 这个数值方向上的一个多头波段 那么他会觉得止损呢 可以放在下方 他愿意去博弈一个震荡行情 这是一种震荡交易者的一种思路啊 那趋势交易者呢 他可能后续觉得啊 有可能微微的震荡上行 那么他呢 会等待这根下跌小趋势线的右侧再进场 是吧 这是两种交易思路 那我呢 我比较谨慎 我希望啊 这根下跌圈的右侧出现更高的止跌点位的时候呢 我再愿意去做新的一轮的可能的多头波段 尽管呢 后续如果走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测试一下阻力区再落回了啊 但我宁愿去等这根下跌圈的右侧 那么好处就是可能有更多的止跌K线会出现 我才去做哈 那如果他不给止跌K线 我就不做啊 对不对 那么坏处就是他万一啊 直接过上去了 不给这种回落 是吧 有这种可能性吧 也有啊 那么这部分直接进场的交易者呢 他就赚到了 但是这部分交易者 他也要面临打损的这种可能性啊 你自己去选啊 那不管哪一种做法呢 对于多头来说 止损空间还是较小的 而空头啊 当前啊 可能啊 看到今天有很多股也在强势的反弹 可能信心呢 会受到一定的挫败哈 但啊 这个市场一切是皆有可能的哈 特别是明天还有数据面哈 CPA 那不管怎么说呢 啊 在技术面上啊 这个位置呢 啊 有可能啊 反正现在有有直接的一种反应啊 但我是选择在这个右侧再去做啊 或者是像类似这种横盘之后再去做 再再给我几根直接阳线 行吧 那如果不给了 再往下跌了怎么办呢 那多头就继续等待 我们就把我们的下跌区线延长就可以了 说可以去做空吗 我不想说空头视角哈 你就按照多头的反向去做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没 我进场的位置是你离场的位置 是吧 我不进场的位置都是做空的时候 对不对 好啊 你自己去反向推倒啊 我这里大多是还是以多头视角为为主 说空头真的砸下去怎么办呢 挖个大坑怎么办呢 能不能追空啊 这些问题就不在我的回答范围之内啊 我只知道多头应该怎么去做啊 好 我们看一下纳指期货啊 那么现在标普呢 又收涨 收跌0.04%啊 表明这个位置确实有一定的支撑啊 有一定的支撑并不代表能支撑住啊 那如果都这么简单的话 那谁亏钱呢 是吧 所以这一定会支撑啊 我只能告诉你有可能啊 你要想去冒这个险 支撑就在这 好 我们看一下纳指 纳指呢 全天收低啊 收涨0.80% 那对他来说呢 似乎啊 这个水平的支撑区对他还是有效的啊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啊 空头再次受挫啊 特别是涨了0.8啊 也不错啊 那么盘前就拉上去了 然后开盘之前又跌了回来 但是开盘之后又弄上去了 那么尾盘的稍稍回落啊 那么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博弈 全天微微的收涨 说怎么收涨呢 相对于昨天的红黑线的收盘价呢 这个收盘价要高了一些 所以就要收涨0.8%左右 所以现在做多可以吗 做多的话 那你是按照这个水平支撑区 也就是底部震荡的一个颈线位置 能够啊 有效支撑这种思路去做的 那你的支损就放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想要在我的这根下跌圈右侧 再止跌再去做 那是更安全的 对吧 因为啊 你不确定他一定会上去哈 注意市场是一切方向都有可能啊 而且可以突变 对吧 连美联储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市场给突了 所以啊 你不要认为一切 特别是啊 一些重要的临界点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突变啊 所以啊 这个位置突变了吗 还没有啊 在技术位上还没有进入到下跌小区山的右侧 说空头还有心吗 有可能啊 但是我觉得 呃 也有可能 我不敢说哈 反正多头就是在右侧等着 做就可以 如果你现在做呢 也是有依据的哈 因为景仙这位置 他确实没有能有效下破 然后周五这一天跌了一下就弹了起来 那么今天就弄上去了 那你怎么办 是吧 空头怎么办 所以空头 我就说呢 空头近期比较难做哈 我不是特别愿意去做空 好 这个图 好 我们再看一下传统股道指 对于道指来说呢 他今天是收了一根小阴线哈 收跌0.12% 看到是一根十字星线 那这样的话 多头呢 应该等待下跌圈的右侧再去做都哈 所以有没有可能震荡下行 有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止跌 也有 说跌下来还能止跌啊 有啊 有可能 大家看历史上 你看 跌下来 他给你弄上去 跌下来弄上去 对吧 所以一切世界有可能的 那你的做多架构是什么呢 啊 这个比较关键 我做多架构就是下跌圈的右侧 说这可以当做双重底吗 也可以哈 就是你看两根下影线啊 都是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双重底 那双重底的激进交易者 他会经常做都啊 在这影线下方啊 就作为止损点 是吧 说追空可以吗 不考虑啊 我不考虑做空啊 这个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小股 那么今天的中小盘呢 收跌1.3%哈 我们说啊 他如果不走趋势行情啊 那就恢复到震荡行情 如果震荡行情也不愿意走 那就走暴跌 是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水平支撑区 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看看能不能给出一个止跌架构啊 那么今天啊 收跌 收跌1.3%啊 不算是止跌 对吧 但是有下影线 我们需要更多的止跌k线啊 才能去做一个可能的多 对吧 这也没有呢 还不做哈 那有些个股已经止跌了啊 现在这个股票啊 都是分化的啊 不能千篇一略哈 大盘都是分化的 股票也都是分化的 是不 要看到这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黄金暴涨2.7% 非常强势的收涨阳线 我们今天盘前呢 呃 是说什么来着 盘前我们看到的是啊 三根比较横盘的k线啊 所以我当时盘前觉得不好做啊 先观望一下 但是今天美股开盘之后啊 拉升了上去 但拉升的过程中呢 第一个k线有较强的阴线啊 较较强的影线 表明还是有跑掉的 对吧 所以今天不是特别容易做啊 对于黄金来说 黄金这个也应该是受到消息面的影响了吧 那对他来说能追高吗 那肯定是不能追高了啊 那么后续看看 在上方一些阻力区停队啊 看看会不会给出一些回落的行情 再去做 这是明天盘前的事啊 黄金今天确实难做啊 我个人认为追高呢 因为之前涨了这么多 还出现倒着的拼半了 倒着的长上一线 所以追高做多并不是很稳妥啊 我个人觉得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错过一些可能的日内交易的机会啊 好 当然你追进去做多了 那你的止损肯定要提高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暴跌啊 2.9%啊 我们今天盘前对原油的态度呢 是希望 它能涨啊 希望它能涨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啊 我们希望它能涨 但是我们录节目是这根K线啊 那么这根K线 我说啊 你最好等一个回落再止滴 再去做多 那恰恰没有止滴啊 没有在我画的这根上 确实线上边止滴 在下跌确实线下方才有一些反弹啊 所以啊 它破掉了我们的这根下跌确实线 因此你止跌 信号应该在下跌确实线的上方 也就是下跌确实线的右侧 给出多头止跌信号才能做多 那么这样一会跌回来 你就很难做了 是吧 你去观望 那很显然观望是对的啊 今天美股交易时段 三根4小时K线没法做啊 弄下去又弹起来 弹起来又落下来 现在又这是一个啥 十字星啊 在美股交易时段是一根十字星线啊 所以没办法做 三根K线合在一起 是一根大大的十字星线 是吧 所以今天不做也是对的啊 所以今天黄金和原油呢 都比较难做啊 比较难做 就可以不做啊 休息一下 因为今天他们也在消化这个 叫什么 消息面啊 消息面 好 说呃 后续会怎样 不要猜太远 现在不是强牛市那么纯洁啊 这个市场 它已经不干净了啊 各种干扰因素 你看 你猜不透啊 那么在技术面上呢 我们只能说 找到一些相对概率高一点点的架构啊 去做一些短线啊 那么能不能恢复到强性牛市 先不要想哈 这个事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哈 我们先看一下LABU网友问的啊 LABU 我们这个是三倍技术三倍做多哈 那这个图呢 今天反弹了一下啊 今天反弹8% 这个说 他说他听他朋友 他去做多 那我们之前 这波大盘下落 应该是同步的哈 他随着大盘一起下落哈 那你去做多的话呢 那理论上应该适当的减点仓哈 那么后续还要看能不能止住呢 最好的做多点 是在这根下距传的右侧 双重底的时候再去做一个多 后续能不能弹上去 不要想太多 我也不清楚 他可以跌下去 他可以跌得更深哈 当然他也可以止跌 我们的架构在哪 咱们就做哪 在架构没有出现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当然啊 他今天这么大的反弹啊 这个 直接的概率也比较大哈 也比较大 好 我们看一下open 那这个就是我们疯狂超级的 那个粉丝疯狂超级那只股 那么他呢 在这根阳线还没有收线的时候 他就去疯狂超级了 我比较害怕啊 对吧 那么后续呢 经过了数据面的发酵啊 弄弄下来了 好在今天反弹了10.9%啊 力度还是挺大的 那么后续能不能止跌呢 坦白的说啊 他当前的点位呢 还在下跌区线的左侧 因此你不能说一定会上去啊 是吧 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 你就知道我们做做做单的很谨慎的 这种市场里 那么他上行了10步回落了有9步 这说明空头也相当的强势 是吧 空头跌的也很强啊 所以多头的信心会损失一部分 所以多头会怎么样 会变得更谨慎 会需要等到一些更强势的直接进 说今天还不算 因为这根K线大小跟他的正常啊 他的波动10%正常 非常正常 你看你比较比较 是不是跟这些K线大小差不多呀 所以今天是个正常K线 是吧 你看着挺多 这数 他跌的时候也挺多呀 所以啊 最好等待右侧架构啊 那么你的极限位置是一块钱 我们对于低价股的第一种做法是什么来着 你只能小仓玩一玩 对吧 买买买一百块钱的那种是吧 一百块钱可以买八九十股呢 但是啊 如果你按照技术分析去做的话 那你就要严格的控制你的仓位了 是吧 然后进场点位 出场点位都要及时 好 这个图有没有可能恢复 有点啊 有点那个概率 但概率我觉得比我原来预期的要小一点了 但是也有可能要止低哈 但比原来的预期要小一点 因为跌的比较深哈 好 我们看一下Coin Coin今天也是有止跌价吗 那Coin有可能是右肩哈 但是右肩还没有真正形成右肩这个斜行的右侧点位 所以多头可以继续再观察一下 那有人说啊 他已经等不及了进场了 那你就要承担止损的风险哈 左侧交易者 他们进场之后呢 就老是问 哎小说我被套了 但是也很少有人问哈 被套了 就假设啊 有这样的人问 被套了没办法怎么办呢 全然你不听话呢 不太不太下去签上右侧的 是吧 这第二浪 你看他的第二浪还不算跌的深的哈 还算是一个洗牌 这个跌的深浅跟自己的上一个波段比哈 而不是跟这个比例比哈 跟对自己的一个波段比 你看 等待这个右侧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头肩底的右肩 这么说来哈 有些图形成一个 头肩底的右肩还是有可能的吧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谁呢 rbx 那rbx这个图呢 别说人上周 就没跟着大盘一块低哈 你看今天又收涨了一些 所以这个趋势线暂时还是有效哈 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 调整到这个点位 他的一个整体宏观状态呢 还是一个双重底的感觉哈 但是我们说双重底也要看届时大盘的表现 如果大盘表现不佳 他有可能不突破这个阻力区啊 然后继续回落震荡 对吧 也化成一个矩形震荡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风向 风向是随时在变哈 没有完全确定的 呃 我们看一下微软 那么今天盘前说了微软哈 微软啊 今天算是一个直接信号啊 那这样的话 确实又出现一种双重底的架构的感觉 那多头如果想做的话 止损可以现在比较小啊 因为今天才涨了2%吧 你大可以就2%的止损 是吧 说他万一跌下来呢 止损 是吧 你万一就是用止损来处理的 对不对 那不是万一呢 他就涨上去了 涨的概率和跌的概率谁大呀 理论上是涨的概率大 因为呃 技术面上啊 这个是下跌确实现被突破上去了 是吧 而且这是W底的感觉 这个颈线位置啊 或者是多重底的感觉 突破回踩直线 那这有双重底的架构 理论上是应该尝试做多的啊 当出现这样的架构不做多 那不出现的时候那怎么办 出现都不做 不出现 那就更不做了 是吧 所以出现的时候 只能说概率上倾向于做多哈 好 我们这个罗K交易 纯纯罗K交易呢 是考虑概率的哈 亚马逊呢 亚马逊啊 也跟微软有点像啊 但我刚才说过 凡是这种跌的相对要深一点的 可以再等一个右侧点位 更高的点位再进 那么今天也算是一根强势的K线哈 但是需要突破上就再回踩 对 好 我们看一下C C啊 并没有升低哈 那他这个第五浪还没有升低 所以大家可以再拿一拿哈 卖掉的话就算了哈 这个位置有可能走到这根横线指啊 这个横线指 至于能不能翻到一番呢 也要看大盘的方向啊 如果再翻一番的话 这个阻力区还要再走一段时间哈 再往上弄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 我们啊 今天盘前对苹果呢 啊 也是叮嘱了一下 如果不破位的话 先拿一下 破位的话 你可以考虑减仓哈 没有破位哈 这个趋势线暂时 这两个出点连线还是有效的啊 暂时是有效的 好 我们看一下shop啊 shop今天啊 也是和刚才那微软有点像啊 今天也是一个直接k线的感觉 大家看 这个k线的低点并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啊 啊 在概率上有可能要止低哈 说 有人说这一定会跌下去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那怎么办 出现这些架构的时候 你首先要看近期是什么行情 震荡上行 啊 这个第四浪啊 确实有一个双重底的架构的感觉啊 所以多头可以在上方挂突破难再进 做第五浪啊 如果突破不上去啊 那 那底下这个低点就是止损点 这就是做法 破下来怎么办 破下来就止损 没办法啊 就只有止损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啊 盘前其实上涨了 但是开盘之后又跌下来 但全天又收涨了 这今天很微妙啊 那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头肩 右肩的一个支撑区啊 左肩就在这支撑库啊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可以在等待一个突破回台指定 再进也是OK 我指的是新的一轮的多头啊 做法 那么当前呢 如果你对特斯拉比较有信心的话 可以慢慢的去买 不要太过害怕吧 不要太重仓 好 其他的图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那有网友说强力做空英伟达 我说过啊 这个领长的行业有可能洗盘 也是横盘洗盘啊 甚至啊 就是稍微停顿一下就涨 当然啊 这个下跌的概率也有 但是会偏小啊 垂直下跌的概率会偏小一点点 明白吧 反正我不让做逆时交易哈 我个人不主张逆时交易 好 今天的图呢 先说到这里 明天盘前我们继续分析哈 明天再见 拜拜